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做剁椒鱼头多加两步 做出香辣鲜美又没有腥味的剁椒鱼头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的食材有鱼头一个 葱姜蒜红泡椒 鱼头洗净后加一勺食盐 将它里外涂抹均匀 再加入葱姜 适量料酒 再次涂抹均匀 腌制15分钟 腌鱼的时间我们来切泡椒 再剁碎 切好装入碟中 葱蒜拍扁 再剁成蒜末 装入碟中备用 15分钟后把鱼头放在一个大盘中 锅中水烧开把鱼头放进来 盖上盖子大火炸三分钟 炸鱼的时间我们起锅热油 把蒜末倒进锅中 开小火炸出蒜香味 蒜末炸至表面微滑 关火盛出来 三分钟后把鱼头取出来 把蒸鱼头的水倒出来 这样做出来的鱼就不会有腥味啦 鱼头淋入蒸鱼石油 把炸好的蒜末铺在上面 把蒜末炸至过后再蒸 这样子鱼的香味会更浓郁 再把剁椒也铺在上面 锅中水再烧开放入鱼头 大火蒸10分钟 事先倒看看 撒上葱花 再淋上热油美味继成 香辣入味 用下方的剁椒鱼头就做好啦 吃起来真是鲜嫩无比呀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